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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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李瑞陽 說起跟悟道法師的姻緣 應該是在1991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美國 念書 在一個機會上聽到我們老和尚進攻老法師 在達拉斯那邊弘法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到達拉斯 去跟那個 然後上學習 那是我第一次碰到悟道法師 那時候悟道法師呢 帶領著台灣團的同修 到美國來教我們一些范貝 那是很早以前 那之後呢 悟道法師呢就每年的春秋兩季 都會帶著同修到達拉斯來 來教導我們 教導我們學習禁忠 念阿彌陀佛 我記得悟道法師給我們感覺就非常的親切 而且呢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廚房幫忙 所以悟道法師還會到廚房來 跟我們一起切菜 一起邊切菜邊念佛 所以那時候讓我們感覺到 學佛是一個非常愉快的事情 由於跟悟道法師結下了一個緣 之後呢後來就邀請悟道法師到我們 那時候念書在Kansas那時候念書 就邀請大家到那邊來紅髮 同時呢 修士頓的金鐘協會 也來協助我們到各處去 邀請悟道法師到修士頓去 從此開啟了悟道法師 在美國的一個紅髮行程 可是那時候我接觸佛法會喜歡的原因是 我覺得老和尚的法 非常的可以跟我們契機 因為講理不是迷信 我們那個做科學研究的 非常重視的是一個道理 而那時候老和尚特別強調 佛教是個教育 這一點深深的吸引我們 三十七念呢 雖然它是一個法會 但是呢其實它就是念佛 念阿彌陀佛 從頭到尾就是念阿彌陀佛 所以呢有人會覺得說 金鐘不是不做法會嗎 可是呢只要你接觸了之後 你就會發現到 其實它就是一個念我法會 在三十七念中 我們求定 然後定了之後呢自然會生會 所以呢我會建議是說 假設你還沒有接觸到的話 歡迎一起來加入我們 大家一起來共同念佛 好 今天也是老和尚的紅髮六十週年 那個我們的伐葬 金鐘卿會成立三十週年的日子 在此感到非常的高興和欣喜 希望呢老法師和舞蹈法師 繼續帶領我們 大家一起同生極樂 往生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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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